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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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美国正在召开美国跟台湾每年一度的所谓美台的军事工业会议 国防部所谓副部长杨念祖公开的呼吁美国要赶紧把F16CD级升级的战机 还有常规动力的潜艇赶快卖给台湾 不过美国说怕激怒中国大陆可能现在不会马上出售这些武器装备 相反会全面的帮助台湾的升级目前台湾现有的F16相关的战机 那么相关升级的方案将全面的帮助台湾提升战机的作战能力 可以说是框架不变了 飞机的外形没有改变 但是设备全换 攻击力大幅的提升 美国帮助的提升方面最重要的是提升的内部的雷达还有攻击的系统 另一方面的根据最新一期的亚太防务杂志有一个内部的报道 特别提到采访了美国一位先进的战机的隐形涂料的工程师 他独家披露说美国也希望台湾可以把相关美国最新的隐形战机的涂料涂到台湾的相关战机 还有军事装备像装甲车坦克等相关装备上可以减低被侦测被发现的几率 根据这个报道特别提到台湾的所谓立宗技术 立宗就是引立宗技的立宗 中国大陆的一般称为隐形技术 美国是最先进的 其次是俄罗斯 还有就是日本和韩国 美军现在所有的战机基本上都采取了隐形的性能 台湾要逐步的向美国靠近 美国也向台湾输出这样的技术 包括有新的吸波材料的涂层 一旦涂上了现役的台湾的F16战机之后 可以减少一半被雷达侦测发现的几率 而可以提前几十秒 来够先发现对方的战机 来掌握攻击的先机 所以说台湾说希望在没有购买到新战机的时候 一方面美国帮助提升雷达和攻击系统 另一方面来增加隐形涂料的图体 所以可以使到台湾战机来视剧外的攻击能力 被发现力大为的降低 同时比中国大陆所谓苏27苏30战机 台湾说隐形性能要超过中国大陆的战机 这是一些台湾方向的消息 看另外一个消息来至于朝鲜方向 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 昨天告调了发布一个消息 朝鲜的最高领党人金正日 率领他刚刚被任命为军事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的 大将的儿子金正寅最近一堆高官特别视察了朝鲜的部队 是首次金正日公开的带着儿子去视察相关部队 根据情报分析显示 金正日带着儿子去视察的部队 是所谓朝鲜的851部队 这个部队位于朝鲜的江源道 是朝鲜最重要的导弹发射基地 那么根据情报显示 这个导弹发射基地主要储同发射的是朝鲜所谓卢洞 还有飞毛腿的导弹 金正日带着儿子金正寅大将 还有一堆高官到了现场视察 高度评价了这支部队 说是捍卫朝鲜非常重要的钢铁长城 那么根据情报显示 以往金正日多次的视察了这个部队 而且每次视察之后 这个部队在不久之后都会进行导弹的试射 同时金正日在过去时间六次的视察了这个部队 而这个部队也六次展开了相关的导弹试射的工作 另外根据韩国情报最新显示 最近发现朝鲜在两年前炸毁的所谓临边的核设施 最近有重启重建的相关的规划 在2008年的时候朝鲜曾经公开的向美国方向 还有向全球国际公开的 临边的所谓冷却塔进行公开的炸毁 但是最新的情报和微信照片发现了 最近朝鲜在临边又重新有了恢复的工作 那么我们知道临边核设施 它是可以提炼核武元素不元素的 朝鲜有可能重新启动相关的核设施和核武元素的制造 另外最新的披露也提到了 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为了培养他接班人的儿子 金正寅大将特别成立了一个军事顾问组 来帮助儿子学习军事 当中是由三名的现役的将军 作为军事顾问组的主要成员 教授这个儿子学习军事的知识 另外还特别成立了一个项目组 主管导弹和核武发展计划 而这个导弹核武发展计划的整个项目 将要交给这个儿子金正寅正式来主导 可以说把最重要东西压在了这个儿子的身上 看他能不能接班 也有可能在近期朝鲜要进行试射导弹的工作 好我们看另外一条消息来自于今天也是香港的报纸 包括香港明报等等的 有引述于中国大陆环球网 引述来自北约网站 北约官方网站一个消息 但目前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这个报道特别提到 中国大陆在最近曾经悄悄的派出了现役的苏尔其战机 到土耳其参加这个所谓北约的演习 我们知道在这个土耳其 每年会有这个所谓的安纳托利亚的之音 这样一个北约演习 主要是战机和空战空防的大规模的演习 以美国土耳其北约以色列等相关的国家参与的 但是这个最新消息提到 中国大陆今年居然悄悄的派出了解放军现役的苏尔其战机 也到了土耳其参与这个大规模的北约演习 在三四年前的时候 北约进行相关演习的时候 中国曾经派出了军方空军的指挥人员 以观摩团的身份 全程的观摩了土耳其这个演习 但没有参与过 这次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将是一个重大动作 中国的战机能不能从新疆飞越几千公里到达土耳其 据说美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相当的震惊 紧急向土耳其外交部国防部查询 到底中国是什么意图要参与北约的演习呢 稍后我们也会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调报 据美国最新的微型出面发现 中国大陆解放区二炮部队 新型的东风21系陆基移动式的导弹 部署在了青海德令哈地区 而这个主体有两个大型的发射场 解放区二炮的东风21系导弹 部署在了青海的德令哈 属于中国的中部 可以向全国东南西北各方向作战略机动 美国说 解放区二炮的东风21系型导弹 新的系统更加机动 生存能力强 不过也有局限性 它的发射场规模大到9万平方米 属于人力密集型 需要大量配备装备 同时难以快速移动 容易被空中发现 美国说 解放区二炮的东风21系型导弹 有越野能力 但在发射的时候需要坚实的地面 发射装置必须停在公路上 或者预示的发射台上 容易被美日台的卫星发现和试别 另居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的指挥官说 他们了解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东风21D型反航母的导弹 而台湾国安局最新的情报就说 解放军的东风21D型的反航母的导弹 将要正式进入部署 不过打击移动当中的美军的航母 并不容易 解放军可能会采取 乱枪打鸟式的饱和攻击的方式 百发有疑众 也可以重创美军的航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要买三架美军的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来应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升级 和朝鲜的核导弹问题 美军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配备有高性能的摄像机头 和高灵敏度的通讯监听功能 可以在18000米高空 飞行30多个小时 可以对朝鲜和中国大陆 实施远端的军事侦察 日本一旦获得三架美军的 这种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可以对中国大陆的高空 和中国的周边 展开侦测拍照和监听 而美军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可以对将近2000个目标展开侦察 分辨率达到30厘米 并且可以携带导弹进行攻击 另一方面 有消息报道说 解放军驻扎在安徽池州的 二炮部队东风21导弹旅 紧急的亮相 警告日本 不要轻举光动 二炮的这个导弹旅 属于黄山基地 装备由东风21射程 达到2500公里 完全覆盖日本 可以打到冲绳的日本纳霸基地 日本的基欧派东京都知识 十元正常来说 日本如果有了核武器 就不会再怕中国 而且他说 日本有能力在两到三年之内 制造出核导弹 他说 日本政府要认真地讨论 核武器研发的问题 据汉河防部评论报道 在美军的白皮书当中估计 中国大陆海军 大力地拓展潜艇的舰队 中国的潜艇分为八大作战海区 包括有近海的黄海 渤海 东海 南海战区 另外解放军的潜艇的作战海区 还包括了日本四岛 和美国的关岛海区 解放军潜艇都有出入 当中 以日本的冲绳海区 解放军潜艇的作战任务最为之重 当中 近期多次有解放军潜艇 进出日本冲绳周边的报道 接片报道还说 解放军的潜艇部队 会在每一个作战海区 配备四到六艘的潜艇 最多要四十八艘潜艇 与美军估计的解放军 拥有五六十艘潜艇相近 香港军事部队指出 常规的潜艇的作战半径 达到五六千公里 核潜艇都是五远福建 解放军三大舰队 所属的潜艇分工不分家 平时巡逻演习 经常是跨区作业 一旦开战 根据敌变我变灵活部署 无迹可寻 充分发挥兵型轨道的战争艺术 敌军最怕的 没有透明度的 就是潜艇战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的太空防御专家警告 中国大陆等国家 展示的反卫星能力表明 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非常重要的太空物资 非常容易受到攻击 目前美军的太空安全能力 和支撑美军太空工业基础 处于危险的临界点 美国专家说 解放军不断提升的 太空战的实力 对美国已经不属 有战斗力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可以说威胁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美国政府加强关注 美国的航太专家说 由于美国依赖太空 进行军事侦查 精确导弹和打击 远端的军事通讯和导弹预警 美国的太空物资 很可能会受到攻击 并且会受到损失 而中国大陆的太空部队 太空战能力不断跃升 美国必须正视这个威胁 据英国BBC报道 印度将要把在中印边境上 克什米尔实际空气线 距离中国只有23公里的 印度的空军基地升级 用来部署先进的苏海战机 防范中国 而解放军的二跑部队 最近就在靠近印度的西北高原 引炼导弹发射 大陆官方的媒体高调报道 发射成功 机防却二跑部队 新组建的发射营 最近在西北高原实弹演习 从5月开始 先后转场三次 开场高强度满覆和快节奏的 实弹化的训练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实现高原地区精准发射导弹 另一方面 俄德斯宣布 明年将要把68号的 攻击型的核潜艇 租借给印度海军十年 而印度军方也计划 在向美国购买四架 批八奔的海神远程的巡逻机 这种巡逻机 不仅可以搜索舰船潜艇 在配置鱼雷 深海炸弹和鱼叉导弹之后 可以针对解放军 执行反潜和反舰作战 印度海军的侦察面对 原来有15架俄制 和12架以色列制的侦察机 另外还有多尼尔228的侦察中队 不过 印度认为还不足以应付和侦察 进入印度洋的中国舰艇的动向 印度希望最终 可以买到12架美制的 远端的巡逻机 加强侦察和围堵中国海军 而美国最新的分析说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 武器装备的比较 是各有所长 中印对对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势 好 电报提到 印度要大买俄制 还有美制的各式的武器 对中国大陆是新的压力 美国说中印之间的武器比较 没有压倒对方的优势 问下马景商先生 怎么看印度大规模采购 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 因为他知道 他在陆军上面 是绝对打不过中国的 所以干脆就 这个陆军就放弃了 他叫这个北守南攻 叫陆守海攻 他需要得到印度洋 甚至是马六甲海口的 这个制海权 怎么办呢 他买俄罗斯的核潜艇 核潜艇呢 是非常有用的 战略性的这个武器装备 一般是不会卖的 但是美国 这个印度和俄罗斯特别好 所以这个比较新式的 这个又是浅性比较好 而且作战能力相当强的 如果一旦到了这个印度手里边呢 中国的珍珠链呢 珍珠链通往这个石油胜地的珍珠链 就柔长寸断 这且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十几亿美元买这个美国的这个P8 P8I这个反潜机 比这个在南海撞击的那个P3C强得多 因为他不是我先讲的 他喷气式的 而且他的这个电子功能特别强 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巡逻范围大 我们看一看啊 他现在是这个美国现役的这个飞机 他要美国要定一百多架 来替换这个美军两百架P3C 我们看这地图 如果印度真是有了这批这个P8I的话呢 他在本土的军事基地 两千公里的作战半径 完全可以把这个孟加拉湾封锁起来 如果他在这一边有军事基地的话 整个这个南中国海的一部分都悬了 再有呢 这个P8I呢 也是出口到越南 那整个整个南中国海就控制了 印度呢 这个不惜这个没有钱 但是也要花很多钱去买 这回买四架 其实一共是12架 12架对印度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但是他一定要得到印度洋的制海权 有制空权 有制海权 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潜艇 这个P8I是很管用的 好 印度要强化他的制海权呢 解放军在海上也会有新的动作 那么美国的海军上将最近披露说呢 已经确认的情报是解放军在三年之后 会有航母下水事业呢 同时呢 可能一2015年呢 就会有正式的航母舰队 但他说解放军拥有航母舰队不可怕 因为航母战术 中国呢 并不成熟 我们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美国的海军军令部长相当于美国海军的总司令 罗格海上将最近公开在澳大利亚表示 虽然中国大陆正在建造航空母舰 西方军也要打造中型的航母编队 不过中国大陆还要花多年的时间 才可以准确地掌握到航母战斗群 海战的战术 美国与周边国家都不必担心 这位美国的海军上将承认 中国大陆海军的近几年代的规模和实力 都在不断地增长 亚太国家必须要高度关注中国海军的上升 同时他批评中国的军事计划 特别是发展航母的计划 缺乏透明度 不过这位美国的海军上将强调 中国大陆要几年之后才可以真正的